所以我就 常常想手機都不會響 那我老婆就常常 打訊息給我 或是問我在哪裡 我可能不會那麼快回 所以她常常對這件事情 非常不滿意 然後就加上 我都很少洗玄冰的那個 聯盟頭 所以她就認為說 你怎麼都這樣 然後可是只要有一些 我要回家的時候 我打她電話 她竟然因為我沒帶鑰匙 然後我打她電話她不接 然後我到家裡 按電力她也不開門 然後我明明知道她在家裡面 因為車子就在停在樓下 重點是我那一天 又非常想要上廁所 非常尿急 然後我們家住頂樓 那樓梯間我剛剛是不是說過 第一個故事我講過 沒有訊號 所以我在樓梯間敲我們 只能敲我們家門 一直敲一直敲 一直讓電鈴 又不能打手機 我要到一樓去 有訊號的地方打電話給她 她又不接 我真的是忍不及她上廁所 我想就跟管理員借 對 偏偏管理員掛一個去巡邏 你知道嗎 我就真的是沒有辦法 就再衝上頂樓去 路邊找電線桿 真的敲門敲得超大聲 人生那種要救火 你知道嗎 快開門啦 就踢門這種你知道嗎 好不容易她來開門的 一副輕鬆自在說 不好意思 我正好在看 玄冰的那個K-drama這樣子 我真的沒辦法跟她說話 因為我真的是衝到廁所 然後那是我人生 第一次上廁所 上到這麼痛 你知道嗎 很慘 而且最氣的是上完之後 還要用玄冰的電話 我老公也是 他傳訊息來 叫我一定要秒回 我沒有秒回 他就會一直在那邊 念念念念念 可是我傳給他 他可能比我早上傳給他 他可能甚至有時候晚上 或明天起來才回我 很誇張對不對 然後我就問他 為什麼你找我 我就一定要秒回 我找你你都可以拖 他就說 因為我有事才會找你 沒事我幹嘛找你呢 我說那你不是講廢話嗎 我找你是沒事 我找你也是有事 沒事我找你幹嘛 他不是 你找我都是小事 我還想想也對 我找他可能就是問說 小孩這幾天要幹嘛幹嘛 或是哪一天要去上什麼課 你要記得去接他 那確實對他來說這是小事 可是我還想想 他講的也是小事 因為我女兒的戶籍是在台北 因為他現在在台中念書 所以剛好學校要用他的戶口名簿 所以他的戶口名簿 跟我一樣都是放在台北 我禮拜二回台北 所以禮拜二的時候我老公就傳訊息給我 跟打電話給我 就說叫我要記得帶那個戶口名簿回去 我覺得這也是小事 他那時候找我 打電話打兩通我沒接 那你就傳訊息 我會看 他也不傳 然後等到我看到他打電話 我回他說 他說你幹嘛不接 我說剛剛就在錄影 沒有沒辦法回你 他說你很那個 幹嘛怎麼樣 我說好 那怎麼樣 什麼事 你要記得禮拜五回來的時候 把你女兒戶口名簿帶回來 我說那今天禮拜二 你在急什麼 那為什麼不傳個兩行訊息 就是啊 很奇怪 可是他就覺得他打給你的時候 當下他就一定要你接到 變態喔 而且你知道嗎 老人家 知道超50歲上 其實有點難傳訊息 你的打注音很慢 他們都愛打電話 他們都愛打電話 因為他只能打電話價值這樣快 就都愛打電話 因為我們超50 他就是愛打電話 那你要試試看跟我爸媽視訊 我視訊的時候 永遠都看到他們的耳朵 對 我看過你了 是 好 你可不可以 我現在在跟你視訊 好 你在視訊拿 好 那很好 那很好 我可以啊 我很好了 那為什麼要視訊呢 怎麼那麼可愛 對 我搞不懂他 因為我們球賽 一下三陣 這局五分鐘結束 然後也有 跳了九個打擊都打完了 然後再來一輪的這種 直接跳一個小時的也有 所以你根本就抓不準 你的休息時間 因為我們都是跳一到三局 然後中間可以下去休息一下 那你們不是跳到踢腿 對啊 有的時候 就是真的都沒有停 然後我男朋友就會說 你為什麼去到棒球場 你整個人就像消失 因為我就不會用手機 因為你在球場真的太忙 然後有的時候 又要靈機應變 然後他傳訊息給我就說 你一定要馬上回我 你一進休息室就要回我 我說好 可是因為我抓不準 我休息的時間 所以他有時候等很久 他就開始訊息轟炸我 就說你為什麼不看 你為什麼不看 我後來真的是溝通了很久 我就說 我們真的有時候跳很久 你就帶他去看一次 對 有 你知道 他後來看一次他懂了 他就現在很聰明 他就 我去球賽的時候 他就直接打開那個轉播 然後看跳完三局 他就傳訊息給我 現在跳完了 你午餐 晚餐吃什麼 他是跟妳剛剛那個 不讓妳出國會同一個嗎 不一樣 但怎麼每一個都那麼控制廣 真的喔 後來我要傳訊息給他 他說我要去開會 他開會可以四個小時都不見 四個小時都不看手機 然後我就說 我就是真的很生氣 我就說 你怎麼可能四個小時 因為你開會 你手機你是放在桌上 而且中間一定會休息一下 大家男生會去抽飲 呼吸 然後喝個水什麼之類的 他說沒有 我們開會很用腦 分分秒秒都是請 他這樣跟我講耶 然後就沒有看我訊息 四個小時不見 合理啊 雙標 雙標 雙標仔 很合理 很合理 開會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開會不用 那他在工作不接電話 也是很重要 很合理的事啊 工作性質不一樣啊 他工作比較閒啊 而且 很辛苦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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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看訊息這件事 一開始 我真的遇過很多男朋友都說 我們不要互看對方的手機 結果他們會覺得說 這很容易吵架 對 很正常 你不要看我的 我就可以不看你的 我就覺得OK 結果你知道我後來發現 我手機一直在漏訊息 本來人家傳給我 我沒有點開過 可是從我手機看 就是已經 已經沒有訊息通知 對 然後我就覺得超怪的 我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 後來我才發現 我的電腦是一直登入Line的狀態 結果你知道我出門的時候 他在家裡 他會用我的電腦上網 然後可能有訊息通出來 叮咚 他就會點進去 把它打開看一下 然後把它關掉 然後我就很生氣 就遺讀了 就變遺讀了 對 我就說 你這樣子 我們有說好說不能看對方手機 第二個是你害我漏訊息 有些是工作的 他說沒有 我就在用你的電腦 訊息就會一直叮咚叮咚 他不會把它登出 對 我就說那你可以登出 或關掉通知 他說沒有 你有做虧心事嗎 看一下會怎樣 那他的也可以看一下 對 可是他就一直合理話說 他是因為用電腦 所以不小心看到我訊息 他不是刻意去看 所以我要看他手機是刻意去看 他覺得這樣不OK 沒有信任感 他覺得這樣子走不長 你教的男朋友都神經病耶 控制狂 好控制狂喔 對 但我就是很容易被說服 你是不是喜歡享受 這種被控制的感覺 是嗎 你應該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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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來什麼 我從男朋友都一樣的 你不是屬於M型的女生 是嗎 對 我覺得女生又會這樣啊 像我之前一個女朋友 她就是很愛看 她不是直接用我的手機看 可是她在觀察 我可能在IG或是什麼地方 追蹤誰 那她就有一天 你最近是不是多追蹤一個人 我說 有嗎 誰 有啊 一個很正的女生 我說 然後呢 她是誰 前女友 蛤 你怎麼可以追蹤你的前女友 我說 有什麼問題 你還跟你的前男友聯絡啊 不一樣啊 你的那個前女友很正 完全是你的贊 我說 不然我要跟很醜的女生在一起嗎 現在跟電話就這樣 然後聽我 我說那你的前男友 她還好啊 你比較帥 我說那不是我的問題啊 是你自己 我 這段是有炫耀的感覺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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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故事的真實性有點不一樣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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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點 就是 跟你有點像 一個韓國的女團體 其中一個女生 我就超級正 以前Sister的Bora 我非常非常喜歡她 是所有韓國女生 我最喜歡的一個 然後那個女生說 你怎麼會喜歡她 她 長得跟完全不一樣 我說 沒有 我不能喜歡不同類型的嗎 對 她說 好 然後我們就看什麼 沙丘 然後她說 我聽了你 沙丘沒有 我的天啊 我為了她可以去看電影好幾次 我說 有那麼誇張嗎 對 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 我跟她說 那為什麼你很介意 我喜歡那個女團體的那個女生 她說 不一樣啊 那如果你可以有機會跟她約會什麼 會跟她發生關係 你會嗎 我說 當然會 然後她說 Temex你不會 我是默默地欣賞她的漂亮 我說 你會不會有時候 拜在太誠實 對啊 對啊 我跟她說 我說如果我們這輩子這麼幸運 你可以跟Temex發生關係 你有我的允許可以 她說 我不要 對 可是我希望我給你這個允許 你也給我這個允許 我這個很合理 我覺得 你是吃了誠實豆沙包嗎 不是 我覺得很公平 很公平 沒有雙雙標準 剛剛好像還有沒揭曉的嘛 對 好 我們接下來看到 是跟家庭事務有關的 男生雙標事蹟的第三名 是男生可以不要做家事 但是女生就要對家事 掌握得一清二楚 女網友就抱怨 憑什麼 洗衣煮飯做家事 女生就一定要全能 然後男生就是這個網友的老公 他們結婚五年 這個老公只下屬過兩次 但是竟然有男網友 就很霸氣地反駁 怎麼樣 我們男人就是廢 好 再來看到 女生雙標這邊 事蹟的第二名 是女生做錯 要對方講講道理 但是男生犯錯是 還要跟我講道理 好 再來第一名是 女生可以花3000塊買護膚品 但是男生如果花300塊 買這個遊戲卡的話 就是浪費錢 有女網友表示 這個保養是必須 所以才必須要用到 這麼貴的東西 但是男網友 也不甘示弱地回嗆了 你的皮膚真的值這3000塊嗎 我覺得這位男網友 真的非常有勇氣 今晚開戰吧 讓你永遠選被編 今晚開戰吧 讓你總是被存在 新時代互動式綜藝 快快來訂閱 按下小鈴鐺喔 不要 小鈴鐺喔